在台中有一名21岁的高职生 他带着妈妈要买房子的 350万现金出门 他就想炫耀就在车上 跟朋友聊天说我身上有 350万结果朋友 见钱眼开就被朋友 设计朋友伙同外人 蓝车强盗抢走了这 350万而警方也顺利的 寻线带不到六名嫌犯 21岁的高职男学生 就是用这纸黑色蹄带 装进350万现金 和朋友约在公园旁见面 疑似炫耀拥有大饼钞票 殊不知早就被当成 飞扬钉上 因为他们明天要买房子 那被害人认为说 把现金放在家里面不安全 所以说再次消夜的时候 随身洗带 然后放在车上 高职生把钱放在副驾驶座 朋友则是坐在后座 两人聊天聊到一半 突然冲出四名恶匪 蓝车强盗 一把抢走350万元 还手持棍棒将被害人 痛殴一顿 强盗的过程中 那被害人有倒车 然后撞到后面的电线杆 嫌犯就持棒球棍 殴打被害人 然后逃逸 警方逮捕六名嫌犯 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 并取出花生的188万 而被害人万万没想到 精心策划这起强盗案的 居然就是他的朋友 害得妈妈的钱少了一半 这下连房子都买不起了 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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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